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外选手应该说这些年水平还是有了一些进步 但是在细节的操作上 比如我们这些专业棋手 职业棋手 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距 通过第十八届亚洲锦标赛 我们就能看到他们目前亚洲选手们的综合的水准 这几位选手也是经常参加 他们自己国家的以及国际的大赛 应该说还是很有经验的 对 双方是以中炮对平鲁马开局 黑方居九平八 红方居一平二 黑方走的是驱头平鲁马 就说的黑方是看红方怎么表态 对 红方选的是兵三进一 黑方三兵三兵开局 红方跳鞭马 红方马八进九 黑方走一个向三进五 黑方这个补三项是老招 对 应该说也是可行的一种走法 一般来讲红方走五八炮去 直接炮八进四 本局吴宗翰走了一个G2-6 这个G2-6是这两年国内比较流行的这种攻法 对 他的意图就是说的看看黑方怎么去应对 这里呢有些次序上的这个玄妙 黑方实战呢 他就直接走炮八瓶九了 对 这好像也挺直观的一个走法 这个棋的结果呢 就是稍微有点亏损 红方G2-3 对 接受 对G 黑方 这方把它蹬掉 红方这时候 走了一个G9-1 长横举 G9-1呢 也是不错的这个攻招 对 对黑方比较有考验 是 这里啊 就是 咱们国内的这个向脚联赛啊 出现过这儿的对局 对 就是黑方呢 感觉这个骑警走稍亏了 稍微亏一点 但是他赶快呢 来调整阵型 他把这个炮在搁在视角上 能够确保那个三龙马呢 不受攻击 那等于这个平方马开局 现在转换成这个反攻马的一个架 对 还有可能单体马 你要过来捉他 他可能就跳边上去了 可能马拉近久 对 就这个阵型呢 红方是略先一点 对 但黑方这个架子呢 嗯 还比较结实 暂时要不好进攻 但实战当中呢 黑方就走了一个炮 二平一 啊 这招棋呢 应该说硬招呢 也算顽强 但是呢 但是呢 他还是有一点毛病 嗯 红方这个时候就居酒平上捉了 这个捉呢 就走得不细 这里边啊 就是象棋啊 确实是很微妙的这种变化 是 他掌居肯定也是想要调过来 但是什么去捉呢 嗯 这个是很讲究的 你现在捉他不用用 他就跳上来了 对 啊 所以说这个棋 红方应该先走炮花瓶器 先炮花瓶器 这个棋有非常啊 嗯 微妙的变化啊 对 看起来一样 实际上结果完全不一样 黑方只能狙一平二啊 两狙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 再走兵器进一撞 啊 先兵一进一撞 对 黑方如果左三级拱呢 我狙一平二一捉 红方 那就要多吃子了 对 红方呢 有这个得子的机会 黑方可以保下 那如果黑方再走狙二进五 狙二进五 红方就可以兵器 把它拱掉了 你狙二平三 红方可以狙一平七 按保 可以保住 对 你吃了这个兵 我打你这个马 然后我残局 多中兵 这个中兵丢了 要少兵的一个棋 那走兵器进一 可能黑方就只能狙二进四了 狙二进四呢 肯定红方便宜了嘛 对 所以说这个棋 红方应该先走狙二平七 我看来这部局 这是比较含蓄的 对 细节上得把握好 对 所以说这个怎么搭配啊 很关键 它先平炮 就是限制了黑方马八进七 对 你这个马一动 它中途就丢了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这个海外选手呢 可能还没有 对这个很注重 结果它先鞠九平二了 对 这个棋 这个棋 看似一样 但实际上的内涵却差多了 那让黑方 这个马就顺利跳下来了 黑方这个棋 就形式不是很差 黑方 黑方先走了一个 对 他倒是先鞠一平二 猪跳泡 他先鞠一平二 这也行 他先跳马 是不是怕人家泡八进四之类 先鞠一平二 猪 这个可能就跟刚才您说的 那个不太一样 那完全不一样了 等于红方这个鞠 九平二没有用啊 对 他跳上来了 红方在冰七进一的时候呢 嗯 他这时候还是走冰七进一啊 红方 鞠二进五了 这个棋 红方就不能走冰七进一了 这时候就 效果就不太好 他就应该走冰九进一了 这个棋 拱边兵 对 这个棋是这么搭配 因为你这样这个马不好跳 对 马三进四跳 我猪我你没有路 马三进四 我鞠二平八拉住你 对 然后将来 十二进五这个点 红方 将来有冰七进一 或者这个二路局 像这个地带点啊 点这或点这 这都可以 就说 这个搭配就得冰九进一了 因为 冰七进一进攻呢 时机呢 就没有那么成熟了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呃 他就是 微妙呢 就微妙在这里 黑方 马八进七以后 红方 红方这时候就冰七进一了 嗯 黑方 马三进二 对 他就说跳马 他中兵就好看上了 嗯 跳马也可以 也不坏 这样吃掉 他马二进一 这儿黑方呢 也有所得 嗯 他走了一个 炮七进一 感觉退一步好 退一步将来多 马九进七嘛 是 然后黑方走 俱二进五 俱二进五 这个棋呢 黑方应该说 这个思路走得还是不错的 对 这个我在九二年 全国个人赛 我就走了 走过类似这个阵型 是吧 但是那个是 这个居然没有对呢 对 就这个进居 这是一个构思 对 很好的一个构思 对 黑方要俱二平七 对 又要 这个威胁这个兵 这个棋呢 红方确实这个三兵啊 稍微就有点尴尬 对 他进居宝呢 这个棋型呢 有一点 受制 对 我就向武进三八 你兵飞掉就可以 对 所以这个棋 应该说黑方呢 还是 具有了相当的反击的能力 对 现在 那居二平七吃兵还挺大 红方强行 兵武级给他阻断 对 实际上黑方既然这个 走得这么强硬啊 就应该继续 就把中兵干掉 对 居二平五就直接吃兵 对 他吃掉 红方也没什么手段 你平把打我 我再居五平三嘛 所以黑方前边呢 走的是很强势 但是突然走到这里呢 是 他走了个居二平三 他这个思路好像 不是特别清晰吧 他具二平三抽 对啊 没什么用我 那他正好平兵了 是啊 他就等于帮忙 对 他又马一推二 对 他回马 就是看来这个越南啊 这个汪洋北啊 这个名棋手呢 这个棋啊 这个思维啊 太单调 但是这个 他们这个棋啊 是有力量 对 但是呢 就这种节奏啊 掌握得不好 这个韵律啊 不对 所以这个下棋啊 他为什么叫艺术呢 对 他不是说的 这种纯力量的东西 是 他不像你 有一些这个 纯力量 但是需要力量 力量也很重要 但是什么时候发力 什么时候蓄力 这个很讲究 就是 但是这个 很难去掌握学习 他就是以为 来针对洪邦 这个七路线 对 他没有想到会往 这个中路 这个直接掌握屏 吃中病 他就想把马回来 你现在黑方攻的是很急 对 但是你没有后续手段 对 然后 这个地方呢 黑方就又犹豫了 他是不是吃中病 实际走到这 可能也还得 把中病吃掉 再说 但是吃中病 他怕 是不是怕他兵就平漆啊 或者他掌握 这样断住啊 是 都有可能 但是黑方呢 顽强一点 是可以 就是吃中病的 但是黑方走了一个怪轴 对 他走了一个炮酒退一 对 这个棋呢 让人家 没有完全看懂 走什么意思 我觉得他可能直观的 就想炮酒平一过来 就是想要针对你这个 那太远了 对 炮酒平一是一个想法 还有一点是你 如果从中路进攻的话 我可以炮酒平五 但是这种棋啊 就是太迂回 就是动了慢 是 洪邦 冰 五级 冲 黑方感觉这个兵呢 也不能不吃 实际上这个棋应该走炮酒平五 对 炮酒平五这个 对 升板上 中路这个先手一步啊 他吃掉这个有一个大问题了 洪邦 主要是先手跳 对 这个地方呢 黑方按说就只能聚三推二 但是但是好 聚三推二看了 嗯 他是不是有一个冰露瓶漆 嗯 后来看冰露瓶漆 嗯 对 好像还是挺有挺有问题 他吃炮瓶漆啊 他这个棋呢 这个居位很尴尬啊 现在 他这个不好走 嗯 所以说这个租骨机是速败指兆 应该怎么应该走炮酒平五 对 就是看这儿感觉没什么棋 但实际上这个 这个居你退回来 他有平兵 对 这个又打居又吃满 你吃兵他炮瓶漆 把居打死 对 正好有个打死居的气 嗯 黑方走居于三平四 对他居三平四 他得这么平开 对 但是正好被人家打一僵了 对 打一僵就丢死了 正好没有炮酒平五的机会了 炮酒平五闷弓啊 炮七进八 一步将死 闷弓杀 对 所以没办法 黑方就只能知识或者电马 对 他总的一个马西进五跳上来 他想要看看有什么反击没 这样 武方这个炮五平八 先得一个 对 他现在黑方呢 如果走居四平五也没有用啊 中备来他可以居二进二 对 居二进二看上 嗯 黑方走个马五退三 对 马五退三 他 他这个走法呢 也是 首先吃炮 还想走炮酒平五 嗯 他想炮酒平五啊 将来居四进一或平五啊 能够把这个狮子捉回来 结果红方呢 借力发力 对 这个新加坡骑手的吴宗翰 这几步走得非常精彩啊 嗯 他走了一个马九进七 他正好呢 红方子力啊 有机关联了 对 就是红方呢 是多子方 黑方是想先弃后取 对 所以先弃后取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算准了 嗯 万一取不回来啊 你就变成少子了 对 这个骑黑方就是这样 他居四进一 对 他居四进一就是猪霜 嗯 看起来呢能追回来 但红方就不理他 对 直接打 红方走得比较简洁 对 如果你 居四平五吃马 他可能马七退五回来 对 红方退中马了 你在居五平二 红方马五进六了 你在居二进一红方 可以抛击平六 这个每个子都能连上 对 他可以三子的互保 嗯 然后黑方呢 就是实际上他没有 对 更好的选择 他就选了居四平三 对 他居四平三吃马 对 他这也是一个吃双嘛 又吃炮又吃马 结果被红方呢 这个就是两步棋就制胜了 对 红方就马五进七 嗯 这个 直接就是跳马打局 对 如果黑方居三退一的话呢 炮阿金斯就僵死了 一个妙杀 对 他是一个冲暴 正好借这个老将 对 上将就点死啊 局欲僵 所以黑方走到这呢 就很无奈 他最后走了一步 炮酒屏五 对 炮酒屏五一僵 红方是走一个向三进 这儿呢 黑方呢 也下不动了 好像还是不敢吃马 吃马 吃马一僵 一僵呢 黑方被迫退向 对 红方就顺势把这个局可以飞掉 对 正好向五第七又把局飞掉 所以说走到这儿呢 黑方呢 就只好主动认负了 因为这个少子又受攻 确实呢 无法这个坚持了 嗯 那么这盘棋呢 是以新加坡的这个吴宗汉呢 仅仅用了二十几回合呢 就战胜了这个对手 好 稍后呢 我们还有精彩的对局呢 再带给大家 好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节目 好 今天呢 我们给您带来第二盘对局 是由菲律宾的庄洪明 直红对阵中国 郑维彤的一盘棋 嗯 这盘棋呢 下的也比较奇特 双方布局呢 就是脱离长谱 是 双方是 来自 菲律宾的庄洪明 他还是很有实力的 是 这次 亚洲锦标 最终他获得了第四名 足三级 郑维彤呢 两次呢 战胜庄洪明 取得了亚洲比赛的第三名 红方 黄炮 对 黑方选择的是马八进七 嗯 这个黄炮呢 也是属于比较正常的这个走法 一般来讲呢 这个棋还是应该马上进三 以后出直局 对 然后黑方局九平二 红方局局平二 对 但是庄洪明可能觉得 郑维彤啊 这个布局研究太深了 他就想走点自己的 找他脱谱了 他走了狙击 就直接长一个横击 那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 当然这一招棋的 倒看不出来什么 那郑维彤马上给他缓个龙炮 走了一个炮二平五 郑维彤是什么想法呢 他可能觉得他长横击 如果你具有情况 他马上进三 你马上进三 他兵五级 这个棋容易 子力简化和棋 是 所以他不给对方 冲冲冰的这个机会 索性我直接给你摆上猎炮 这个棋 红方走炮二平五 黑方也走炮二平五 这个就叫做猎炮 对 红方这时候 这时候选择了居九平八 黑方也是 这个地方 红方走的就是不太细 是 他实际上是直接居平六过来 这个平局太早 对 因为双方各有 一个兵才比较合理 红方这个棋走拱兵 你出居 好 鸡九平八亮居 他在马上进三 跳上来吗 对啊 我在马上进三跳嘛 这个棋就咱俩同行 对 我比你多一步狙击一 这个狙击一呢 总还是有点用的 是 并不说等于是坏棋 那还是红方持有先手 对 所以说呢 红方这个格调呢 走的呢 有点小问题 他就是按实战来讲 他走了一个 这个轻一平六 这招棋呢 小有问题 对 黑方呢 就不出局了 他走足 齐进一 对 红方呢 这个说 红方这时候又走了一个 炮八进四 嗯 这个 嗯 嗯 庄明的棋呢 它是比较稳健的 对 平时呢 他先手喜欢这个飞个像 是 好像飞像走的还挺多 对 然后呢 这个棋呢 等于是双方是斗炮局 斗炮局跟那个飞像棋的感觉呢 是不太一样的 是 这是跪在争先 嗯 而且有这个进攻的这个旋律 那张文彤这里呢 就走的很强硬 他就直接居于平二把你拉住 直接就 对 拉住 然后红方的这个旗呢 如果走马上进三的话 嗯 黑方就走居于九平八 这儿呢 大家看啊 就是跟那个后手啊 对这个先手的旗是一样的 哦 这个 这样就等于先后倒置了 红方多走了一个居于平六 这个阵型 对 但是这个居于平六呢 它的作用呢 也不是很明确 对 如果你掌居六平三 对方有马进去登你 你顶他 跑到尖而跑 对 他可以炮平六 通过这个大居啊 来进一步调整阵型 所以这个旗 黑方这居于平二呢 是可行的 对 呃 菲律宾呢 庄文明呢 对这那个中国郑维童啊 呃 他可能觉得 是不是现在有点机会了 然后他就突然 选择与对方对攻 对 走着一个炮八平七 嗯 这个也是就强行对居嘛 嗯 对居要吃你的底相 黑方呢就走得也很强硬 他就把对方的居呢 直接吃掉 对 直接就是七个像 嗯 这个七像呢 从局部上来看是成立的啊 对 洪方打一枪 主要是不是就是洪方这个子力出动太慢了 对 这个子还得往回走 嗯 但这个棋呢 就说的 也到了很精细的地方 对 到底这个棋怎么定型 怎么最有力 确实呢 也比较难说啊 嗯 呃 但实战当中呢 黑方呢 他走的是马七斤六 我觉得不如走炮五金四 嗯 炮五金四先打一枪 对 那也只能就十六斤五 对 然后再走马八斤 七斤六 马七斤六 对 嗯 这样子你出局的话 这有个炮八平四将军 对 就是简单的说呢 嗯 黑方跳马 红方再跳马的时候呢 黑方可以走炮五推二 嗯 这儿红方这个子力也上不去 对 黑方可以相机将来 拘九金还拘九平八 对 都可以 红方也没法去进攻 是 这个棋黑方这多种中足 而且配合这两种蛇 黑方子力挺活 嗯 黑方反仙 这个棋黑方好下 对 黑方明显的好下 嗯 但实战当中啊 他这种走法啊 还不见得有优势 他直接走着一个马七斤六 对 黑方直接马进六 嗯 这招棋呢 应该说 呃 他也是积极的 但实际上这种打法呢 倒不一定占得到贫 优势啊 嗯 这个 因为这个 郑统肯定临场 这个走法 他是即兴之作 对 红方 马二进三 先把中兵 护驻 对 马二进三 跳上来 黑方这个时候 走了个居酒棋 对 张维同的这个招法啊 走的也是比较奇特 主要我觉得 他是认为 我的各个子力都很活跃 我就把自己的居先亮出 以后 见机行事 因为黑 红方这个子 这个两个马都在家里 其实这些红方也不太要紧 对 当然是这样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将来必要的时候 可以知识 把居啊 杀过来 对 或者居酒瓶三 居酒瓶二 调过来 主要是来增援一下 相对比较薄弱的这个右翼 对 这是黑方居酒棋的目的 但实际这个棋 红方可以不理他 就抛弃瓶酒 直接抛弃瓶酒 对 这个棋 红方 我看形状还可以 对 好像你在 15进 6 或者15进4 这个棋 如今马六进五 我们来看这个变化 这个中局还挺 就是马六进五 马六进五 嗯 它这个 就企图有时候还是太敏感 对 所以我们这个子 有时候掌握不好这个点 然后打一枪 它跟我们那个计算机的触瓶呢 还是不太一样的 它用的是远古外 它是有炮五瓶吧 对 马三进二的话 红方可以冰漆进一 红方这个棋呢 下午还有马八进一登 居留军四桌马 红方这个 好像速度也还是挺快 对 这个棋红方丝毫不弱 甚至还占优 对 黑方如果不走马六进五 这个就是 郑维同应该先炮五进四 对 可能 不给他这个机会 嗯 他如果走15进四 什么是15进六 他可以居留平八 对 红方先占累了 他底下一将 可以去扫市了 对 这个棋 黑方一点把握没有 黑方阵行还挺凌乱 对 所以说红方 如果走出炮鸣酒 这个对黑方的压力是很大的 黑方这个棋 没有什么占优的办法 甚至这些还顾忌多多 所以这个郑维同当开局的思路是对的 但是在次序上呢 也有一个小小的失误 就是应该先打中左 而先跳马呢 确实是给了红方呢 一个利用的机会 对 他追求近一 等方呢 他走了一个十六进五 这招棋子太不好了 这个棋子太慢了 他其实主要是想这个以后 降五平六这样 借降力啊 这个想法呢 可能是错觉 就是你初帅 永远对方有平茂僵嘛 你没有用 对 这个棋子可能黑方最凶的是 直接冲击足 就送 你一拱 对直接送足 那只能吃掉了 吃掉对方就把这个局量入来 对 局九平七 你非别让他泡八金四点上 就下不硬吃出来 这个棋黑方厉害 对 红方呢 好像还是吃点亏 红方的这个主要是出子速度 所以这个十六进五啊 这个太慢 不如泡七瓶酒 对 这反而这个啰嗦 对 他是实在是不理手势 他泡 他走了一个泡五平七 也是针对红方这三路线做文章 这个棋他实战走的是 对实战他就还是初帅 他想着你泡七瓶四 接下来我再竞帅 这样子以后 我一直有泡五七瓶 打你中兵的棋 他可能是这个 这个棋他是不是 还是应该走泡七瓶酒呢 他送七足就冰三瓶 把他拱 去死了 弃死 然后将来居六平八 因为亚规有这个一将一杀了 一将一叫吃的这些和气 当局面不太好下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规则来这个谋和 这个走法呢 就说的 让黑方十五均四了 对 红方反而这个棋呢 他没有选择泡七瓶四将 他准备走了一个十五均四 红方这时候就把中兵 把中族打了 这个中兵这个时候打的明显不好啊 这其实给不上劲啊 他就想着我 我有一个击双炮嘛 可能你这个 你这个炮以后要是吃我满的话 你这个阵型上 还是有问题 红方的想法 对 有一点 对这个中局啊 这个手段看得不够 对 也可能是对 分析得很透 对 因为他觉得一冲足 一拱我一打 正好我居吃室 对 就是你这个两个炮 还处于防守的一个阶段 但这个棋 他忽略了黑方一个严厉的马流进步 对 红方后面这个 就主要黑方后面这几步棋 还走得非常地好 所以说红方这炮 我军四可能是败着了 对 但是 初帅这个思路就错了 对 主要整体的这个想法是有一些偏差 黑方就阻击击冲 这个足呢冲过来 对 他也是按照实战 他这个想法 就把足吃掉了 但是忽略了有一个 他不吃也没办法 对 不吃稍微 你不拱对方拱下来 那也很厉害 对 他从这个心理上来讲 也接受不了 对 可能张老师 您看这个棋 主要是黑方这个九路居 也挺活的 红方这个可能看上这个 双炮有些棋 但是还是 这个棋主要是 紫背太分散了 黑方只要别浸泡打马 比给这个杀尸的机会 对 那黑方就占用 黑方主要这个手段呢 他七路炮 他有一个马 六进五 用马去登马 这个棋 红方呢 就可以说 一下就崩溃了 是 你这个马三进五也吃不了 这底下是个闷弓 对 这是一个凶招 他等于马炮配合 来捉红方这个三楼马 红方这个棋呢 轻盒之间主要丢死了 对 他只能 六进三 先长起来 然后他在马五进七 然后他胖五推四回来 他看着中号 对方拒八平二 拒九平二过来捉 然后马八进七跳上来 这个时候 看着中路也是有点急的 黑方走得很凶 他强行去阻杀 对 走着一个马七进六吃底 这招就应该说 一招锁定胜讯 红方是居六平五江了一下 对居六平五江 他就弱势 他不理你 对 他弱势不理你 这样你居五平八江 他就飞向 你吃居 他这好有一个杀旗 他一江 他再事务进次回来 再扬起 红方不能成江 他要马七进五江 对方简单的马轮退伍 也是多次展现我 对 红方呢 得赶紧给他吃掉 强行把这个马落掉 结果这儿黑方的就居三炮进行了 就阻杀 对 打一江 他好像电炮也不行 电炮这个还是炮七平五 电炮就是丢子 对丢子了 丢子 因为你这么一江 他将来落势 居二平四江 炮花平五一江 就全把你系住了 这也下不动了 是 等于红方这个阵型 红方的位置就坏了 电底炮位置就坏了 这个棋 基本上就输了 平方这个阵型也挺凌乱 它是知识 对 知识 下底炮一江 这儿呢 等于 郑维同呢 形成了一个这个 比较经典的二路加巨炮 这种杀法 对 再一江 上帅 这其要直接一江呢 暂时没用 它有十五金寺 对 黑方妙就妙在 不直接去江你 对 它 先是七路炮退一步 相互准备巨二平四 是 然后红方走区六平五一江 对 它一江 它降五平四 走到这儿呢 这个 这个 红方就认输了 对 这好 二十四回忆就认输了 这个其实就走不动了 为什么走不动了 我们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 对 它如果这个炮 要是平的话 或者它平二 不管它平哪 主要对方有一个 鞠二平四一江 鞠二平四一江 然后它炮八平五江 把这个鞠抽掉 这好像有个底炮一江 对 这儿它把鞠抽了 这儿黑胜了 对 它平炮不行 那它这个掌炮呢 也不行 掌炮人家炮八卷 这一提 对 就直接绝杀 下不过去 跟不住后炮吗 是 那知识 知识 知识对方呢 走炮八退一 再去叫杀 对 那这个 这个中炮 这个炮 无论对 因为这个鞠二平四 就抠死了 无论进还是退 道理都一样 它还是有鞠二平四杀气 对 这是连江杀 对方只能进降 然后它炮 哪个炮都一样了 对 同方落势 这个鞠双炮的杀法 还挺精彩 对 这个呢 叫典型的 叫二路家序炮 这是一个典型的杀旗 所以说这个杀旗呢 张维通最后运用的 也非常的得到 这个旗不简单 是绝对一个模式 得看双方这个子力位置 到底在什么部位上 那么张维通这个炮击退一 就走得非常精确 对 这个旗你如果直接退市 那么就更简单了 对方就连江杀了 对方就炮 提一江 你炮一掌 他再炮击退一 简单的说呢 这个就是鞠 双炮的配合 在这个老帅能活动的 这个三条空间上呢 对 形成这么一个阻击 嗯 这个最后的入局呢 应该说张维通呢 走得还是非常精彩的 对 那连续几期节目呢 都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这个第十八届 亚洲锦标赛的这个战况 相信大家呢 也对我们的亚洲的 这个象棋的盛会呢 有所了一些了解 那今天的节目呢 也就是差不多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朋友们再见 好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